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0亿元为大城乡规划六大改造策略 并计划在三年内全部完成 卓县长感谢总统及院长对张化县各项重大建设及大型活动的支持 地方上大家一直有一个期待 希望能够受到政府的照顾 能够有脱胎换骨的机会 我们知道我们马总统有情有意 我们马总统一向很关心我们中华官 马总统一向保待我们的五议党 要帮展我们中国中华官的进步和发展 包括我们中华新的都市结尾 我们的中科四企 还有我们的六大交通系统 都是我们彰化建线288年来 规模最大的地方的建设 因为绝缺我们大型的幸运 所以应该我们要用国家大的生意 用比较積極的态度 用比较迅速的方法 来缩短时间和流程 不要让我们大型地区的面穿 希望 所以今天对于 隋董总统来到这位 一同名各位感谢 在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对政府很信任 对国公教法 很标达极其的这个意思 现在就因为输情发展 不如我们大家所期待 所以政府绝对有这个 决心 我们有这个疑务 来好好推动 绘化社会人家的这个建设 我们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其实在五月份 今年会就已经到此地来 做了相关的调查 我们根据他们的资料 在台北又开了好几次的会 至少有两三次是我亲自主持的 一项一项的检讨 我跟所有的部会商店说 一定要提出一个 有家人 有其成 有意义的方案 才能跟乡亲来交代 因为你不能说一句空话 我来振兴你的经济 什么都没有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得到 一定做得到 所以我们今天来呢 很高兴啊 能够看到 今年会已经完成了这个计划 那么一共有六大计划 第一是绿色造林及生态旅游 第二是排水改善 第三是交通建设 第四是产业建设 第五是农业建设 第六是城乡与农村风貌改造 六大建设 等一下 我们今天会做专案的简报 我只在这里告诉大家 今天会告诉我 这一些计划呢 在三年内应该可以全部完成 这是我们一定要给大城乡亲 一个承诺 一个交代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彰化大城乡经济振兴方案 将以优先满足安全移居的生活需求 强化领外交通 投入新建设促进产业转型 结合特色改善农村风貌 以及导入节能技术 作为减碳示范村等 所提出的大城六大改造策略 都是有计划 有预算 有齐城 马总统保证三年内一定实践完成 将为大城带来更多新的建设与愿景 公益频道张华允大城采访报道